好我们接下来呢 有请一个gentleman来分享一下 他的心路历程 宜英先请问一下 你是以一个什么心情去看这个电影的 我相信你去之前都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宣传 我是听到有一位弟兄他的推荐 他推荐了这部电影 他有看过吗 他也跟这个作品的主人公 有亲自的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我也去我就去看 我大概五六年都没有进电影了 但是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 上午因为在上午在Dianza College 我就看了一遍 我去因为小孩的原因就是晚到了 晚到之后黑压压的剧场里边 我们到了之后整个是坐的满满的 没办法我们就坐在后 坐在最后一排的地下看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都很喜欢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那下午我还觉得还没有看够 那到晚上的时候呢 我又去看了一遍 那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 总的来说呢 就是这部片子呢 它不是 虽然是 Universal Studio出品 但是呢 但是它并不是那种 几亿美元 几千万美元的一个大制作 那但是 你可以 你可以感觉到 整个的故事和情节 它都是真实的 它根据真实的历史 根据真实的人物脉络 包括它的心理活动 它用了两条线索来 来做这个剧本 这个原著呢 是一本 一本传记 它只有 这个故事呢 只是传记的其中的 大概一小小的一个部分 那从这个作品是 非常难得的一个作品 我们不是去做 声光电的一些感受 这并不是 Evertar 就是 就是这些感受 但是 这个故事是非常 不同的人可以 感觉出 不同的角色 你从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线索 去感受到不同的 心灵的一些震撼 我觉得这是 我们需要去 内心去体会 那对你来说 刚才你说这个心灵的震撼 对你来说 对震撼你心灵的是哪一个方面 特别是你看过两遍以后 第一次震撼和第二次的震撼 又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一方面是 这个是比较励志 个人努力 另外一方面 它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历史片 那如果是一个青少年来看的 它又就是从励志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青少年 按照 Dr. Wang的思路 就是说 现在的青少年 你跟他讲一些成功和努力 他都是一耸肩膀 他觉得你没什么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他来说 他电影情节里边有一个 就是他三年 他没有 三年高中他都没有上 那个历史的原因 在文革中 他三年高中都没有上 但突然说 可以考大学了 他父亲就特别激励他 说这个是一个机会 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就要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边 把三年高中的课程要突击完 但是他也承接了这种 父母给的这种重担 那我们现在的父母给 小孩一个重担 不要说重担 一个很小的一个任务 他都不愿意去完成 但是Dr. Wang 他当时就是愿意承接这个重担 然后去在两个月里面就突击 而且在一百万人里面 考到前四名 这个是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可以看出 他当然他是高智商 但是这种高智商 没有他的个人的努力 和个人的执着 是没有办法的 据他本人说 他读了 读书读了三十一年 他在 在MIT 在哈佛拿了里养个博士 那这个是 这是没有一种执着 没有一种信念 我觉得是非常 没有办法达到的 可以探讨的话题 还很多 当然我想再探讨一下 他的这个电影的名字 叫Sight 大概我们可以翻译成眼光 视力 都可以 或者说你翻译成光明 都可以 因为他的名字叫王明 王明旭 对 对 明旭 东方的太阳生出来 王明旭 那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难得的一点 这个就是说 不只是他的线索 他从不同的角度来做 写这个剧本 就是说 一方面是 我们心灵的光明 我们心灵的眼睛 是要打开的 因为Universal Studio的 剧本的特点 就是说 每一个英雄 都不是完美的 对于 对于一个 Dr.明来说 他也不是完美的 他有一块 他有一个心结 一直是他 就是早年 就是青梅竹马的 这个小女友 给他的一个期望 一直是闪现在 他的他的脑海里 犹如 我们看那个 那个电影叫 The Beautiful Life The American Beauty 就是那部电影 就是纳石的那个片子一样 他不时的在很多的情景里面 就会闪出他的前女友 就是这种 但是对于他来说 我觉得就是 他作为一个眼科手术医生 他为很多的人 非常多的人带来 从失明的状态 从弱势的状态来带来光明 这是他的一个线索 那对于他本人来说 他从一个心灵的顾忌里面 从一个不自由的里面 来进入一个自由 那这里可以探讨的角度 蛮多的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我们大家去看 在10月27号这一天 鼓励大家 像我这个已经 大概十年只能看了 可能一两部电影的时候 我一天就看两次 进电影院的人来说 我是非常推荐您 去到电影院里面去看 不只是自己去看 而且是可以带着亲朋好友 对 尤其带着teenager 这些人没有历史感 可以从我们这批人 我们这批人可能是老一代 中青年 中年一代 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经历 他们所经历的一些苦难 折磨 执着的过程中 来看到一个奋进 一个努力 和一个有志向的人 他所经历的过程 对我们也是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鼓励 非常好 我相信大家一定对这个电影 更加期待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大家可以先读为快 可以看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Sight From Darkness to Sight 其实我已经开始在看了 书里面的内容就更detail 好 非常感谢余英的精彩分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